眼袋 眼袋的處理方式會是根據每個人不同的狀況 來選擇做不同的方式 就你的狀況上來說就是所謂的眼窩脂肪比較多 前面的隔膜比較鬆弛 那我們選擇的方式就是所謂的內開 把眼窩多餘的脂肪給移除掉 然後把隔膜給縫緊 讓它不要往外突出 那在外層的部分包括皮膚跟肌肉的部分 就選擇做單純的切皮 或者是如果真的肌肉也比較鬆弛 只做肌肉提拉的手術 這是眼袋處理的方式 那眼袋處理完之後 同時還會合併眼周的評估 如果同時合併需要淚溝蘋果肌補脂 那就用自體脂肪來做補脂 把淚溝跟蘋果肌貓命紋的地方補得比較飽滿 讓整個眼袋下方的區塊也是一個平整的狀況 看起來就不會有那麼多陰影 那如果有些人他會有黑眼圈的狀況 那我們同時會在黑眼圈的範圍 做一些奈米脂肪的填充 讓局部的組織增生 來遮眼這些顏色可以改善一部分的黑眼圈的部分 HELLO 大家好我叫伊邦 我眼袋內開跟LEGO補脂目前已經過半年了 術前的話可能化妝都要比較一直去遮黑眼圈跟LEGO的地方 然後也會看起來比較累 然後術後的話看起來眼睛比較有精神 然後做完眼袋之後握成也變得比較明顯一點 術前的話如果說前一天沒睡好的話 隔天起來都會看起來眼睛很累的感覺 術後的話覺得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然後每天起來照鏡子的話都會比較開心 覺得自己變得比較漂亮 教主診所的話裡面的諮詢師跟美容師都很親切也都很溫柔 然後吳醫師的話給出的建議都很忠肯也都很實在 所以我很喜歡教主 我們不群的批評 這只要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